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果到了当天 他没能履行约定 果果很失望 孟逊希望段匪 多些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段匪觉得 我自己努力工作 也是在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付出 您还记得这首歌吗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想想远方的父母 家中的爱人 熟睡的孩子 有多久没和他们在一起了 别总拿工作忙 再开会做借口 申请不及久办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段匪 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让我们继续欣赏吧 你把人一个哈欠靠在我的耳边 温暖的呼吸定在心间 明明是想要靠近 却又故意转过身去 期待的感觉如此美丽 我习惯 我习惯走在右边 和你高地并肩 不允许你的心不在意 面包和牛奶搭配着 就是幸福的甜点 欢迎光临 我的内心世界 我的内心世界 我爱忘求就是你 有那么一点情不自禁 无名之上的童话 要我们一起来换 完美的起点 我爱忘求就是你 我无法刺罢对你着陪 有纯缓的回忆 每一段都是甜蜜 你就是唯一 你一个人带果果很辛苦吧 我早习惯 其实我一直想问 为什么你辞职在家带果果呢 你看啊 你当威姐现在生意那么忙 哪有时间带孩子 你说我不带 那谁带 我们两个人 总得有一根牺牲一下 是吧 你别说啊 自从我带了果果之后 我发现了一种 完全不一样的快乐 从他第一次睁眼看我开始 从他第一次喊我爸爸 第一次去幼儿园 第一次问这个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 我跟你说 这种快乐 是用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来的 我一直在想啊 难道哪一天 他长大了 我也变老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一块回忆过去的时候 应该是多美好 这感觉真好 小夕 你的童年 应该也挺快乐的 我妈跟我爸离婚了 我从小跟着我爸 从来没有见过我妈 长什么样子 我爸说 小时候 我常会看见一个女人 就拉她的裙子喊妈妈 我第一次学会说话 第一次学会走路 第一次迈进幼儿园 第一次跨进小学的大门 甚至我第一次离开家 来到深圳 我妈都没有陪我经历过 有时候 我甚至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们在大街上相遇 会不会彼此变成陌生人 而擦肩而过呢 怪不得啊 怪不得 你会满足果果所有的要求 谢谢啊 谢谢你跟我说了 这么多小秘密 黄夕啊 其实我们两个之间 也可以有些小秘密 什么秘密啊 你看啊 一旦你以后觉得有什么 不快乐不开心的时候 你都可以来找果果玩 随便你们去哪儿玩 我呀 我就陪着你们一起玩 我帮果果啊 一起来弥补你童年的不快乐 怎么样 一言为定啊 好 一言为定 孟絮 小夕 大美姐 吃着了 你玩得特别累 她硬把你叫来 陪她一起玩的吧 我跟你说 今天都亏了小夕了 可把她累坏了 是吗 那我们得好好谢谢小夕 姐改天请你吃饭啊 你们干嘛这么客气 我都不好意思了 客气不是应该的吗 不能老拿你当自己人使 难道我不是自己人吗 走吧 送你回去 好 我们走 那我拿去 果果 回家了 回家了 好嘞 回家了 走 走 回家 走 你看我日记啊 本来我是不想看的 你自己放在那儿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好奇心很重 怪不得我回办公室 人都不见了 打电话又不接 我当出了什么大事呢 这还不叫大事啊 你有事情瞒着我 这只是一本过去的日记而已 记录着过去的一段感情 咱们俩最近不是一直在忙吗 我就一直为你提这事 你确定只是记录一段感情吗 就一个前女友 你为她写了整整一本日记 那我呢 重认识到现在 你有没有我写过一个字 小姨啊 我那时候不是年轻吗 对爱情无限的憧憬 是吧 你要搁现在 我肯定再也不会干这傻事吧 干啥是说明你在乎她 就算现在分开了她 也还是在你心里 留得住的叫爱情 留不住的叫遗憾 我问你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你是我的权子 小姨啊 这过去的日记 它都是过去时啊 你现在你别再跟自己交情了 这么多了 过去了为什么 你还要把她当宝贝一样 藏在办公室 我没有藏啊 我 我只是不小心留着的 你就是有问题 小姨 咱们之前 彼此都有过一段爱情 但是现在都 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在拿之前的 那些前情就是出来折磨彼此 你觉得有意思吗 没意思 真的很没意思 管通 我已经把我的过去 干干净净地结束掉了 就算晨夜回来 我也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可是你呢 我今天才发现 你根本就没有结束掉过去 你对过去还有留恋 我结束了 我把过去干干净净地结束掉了 那你把日记本藏起来代表什么 代表你根本没有彻底说再见 我说再见了 我留恋的只是过去的岁月 我不留恋那段感情 我不留恋那个人 你听听里说了什么 留恋过去的岁月 岁月里面就有它 这分得开吗 分不分得开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说过了 那日记它是过去时 你要相信你就相信 你要不愿意相信 但我也没有办法 你自己做了灰心事 你还这样 小影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咱们都不要闯架 你没看到我头上 已经刻了一个忍字吗 你看那本日记时的心情我理解 你现在生气我也理解 但咱们不能因为此 就影响咱们的感情生活吧 来不及了 已经影响了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小影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感受 你就应该把日记本销毁 而不是刚才那样对我发火 我刚才在客厅那也算对你发火 不算吗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客厅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是不是 行 那我现在郑重地跟你道歉 小影 我错了 你刚叫我什么 小影 你看 专家都说过了 夫妻之间的爱称 最能体现两个人的感情 你日记本里面写什么 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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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到我就去变小影 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 影影 那也比小影强 行 那我就叫你影影 不过呢 我也有个提议 我真诚地请求你 可不可以不叫我彤彤啊 那你管不着 我高兴叫什么叫什么 好 你叫我什么我都喜欢 只要你高兴 那我现在看见那个日记本 就不高兴 那我一定把它给销毁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明天得早起上怎么办呢 睡吧 睡觉喽 我让你看远方的树 曼玲 等你聚精会神时 我轻轻地吻着你 又来了 红岭路上人来人往 曼玲 我看着你 转 睡觉 图书馆里边 有一个男人 能不能行啊 杨阳 怎么过 不要 哈哈哈哈 很哀 incr1 好 的话 网上一 via Snake 你看 Schluss 快就看омBl0 opedia 那里 那今天小夕到海洋公园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是谷谷偷不声让给她打了电话 这小夕啊是小影的妹妹 又叫我一声姐 就算再不乐意 她肯定也不会拒绝的 咱们不能把这种客气当福气 明天我也跟谷谷说说 没事别老给小夕打电话 人家一个大姑娘 也不能没事老陪这小孩玩 是吧 那你记得明天给她打电话 行 我赶紧睡吧 我们两个之间也可以有些小秘密 我帮果果啊 一起来弥补你童年都不快乐 怎么样 一言为定啊 好 一言为定 大家也是 无人的 我们俩很喜欢 他们便宜得 那天 我们俩下午 我们俩下午 公司 下午 就能俩下午 我们俩下午 我们俩下午 乐 大家 我们俩下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卢阿姨 我是段斐 没什么事 您最近身体好吗 那就好 我就想问问 咱们家小夕她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我就是看她现在也成大姑娘了 挺招人喜欢的 也到了该交男朋友的年龄了 所以我就问问 还没男朋友呢 没问题 有好的我一定留意 您放心 好 卢阿姨再见 好 我更少 你怎么来了 笔记本呢 听你的 都已经销毁了 你真销毁了 你的命令我哪儿敢不从 那我还没看完呢 有什么好看的呀 小谷老师 它又不是什么后续故事 还有下回分解 我都跟你说了 翻篇了 等会儿 你说什么 翻篇了 再往前 什么畅销小说 再往前 小顾老师 你看 小顾老师 我是你老婆 你怎么叫我小顾老师啊 你在那个笔记本里面 叫曼琳曼琳叫得多亲呢 一看就不是真情实感 这我不是对你的爱称吗 那为什么我的爱称 跟别人的爱称差别那么大 好好好 小顾老师 杨阳 杨阳 杨阳晓了 心不甘情不远 我说小谷老师 老婆 杨阳 你看啊 自打咱们俩在一起之后 我对你这种迎难而上的作风 是非常地欣赏 可就这日记这事 那让我对你有点看法 你是有困难的时候上 没困难的时候 制造困难也要上 咱俩能不能到此为止 咱别自己没困难的时候 咱给自己制造困难 行 那可是你也不能对我有看法 我的眼里啊 只有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 好吧 那这回饶了你 你下不为例 你要不然我也买试帮我回来写 写那么多 你现在出了写我还能写谁啊 你别忘了 我可是网络小说家 我可以出去泄后一把 然后再回来写 千万别这样 小顾老师 我很认真告诉你 你现在嫁给我 那是要对我负责任的 等会儿 你刚刚又叫我什么 不错 盈盈 虚情假意 盈盈 太硬了不温柔 盈盈 太温柔了不亲切 盈盈 好吗 你赢了 哦 vitamins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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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 我每天带他出来逛 他就这样 你可真烦人 果果果 在哪儿呢 妈 我在这儿 妈妈 赵你怎么不答应呢 干嘛呢 妈 我要买小鳄鱼 买了什么小鳄鱼啊 果果 你说你游戏也玩小鳄鱼 玩具也买小鳄鱼 咱们买点别的好不好 走 妈妈 我要买小鳄鱼 我看看 又小鳄鱼 去跟他买这个小鳄鱼吧 买什么呀 这东西有什么好的呀 那我看这个挺不错的嘛 你看 也是果果这个年纪玩的 还是抑制的 对它多有帮助啊 果果 你看 妈妈给你买这个好不好 不好 我要小鳄鱼 这个不喜欢吗 不要小鳄鱼了 这个多好啊 你看这里这么多玩具 就是 你就没有喜欢别的东西吗 喂 没有 我不喜欢小鳄鱼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你看看 一个机器人 三号包厢的客人 他都配菜里面不能有香菜的 你们怎么记不住呢 好 我们就买小鳄鱼 服务员 赶紧把它稳住 你好 这鳄鱼怎么买的 一百九十九元 我们这款鳄鱼 对 卖得特别好 我马上回来啊 这个是吧 给它打折 好 好 好 对不起 小姐 我们不要这个 好 好 你怎么搞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能买这种幼稚的东西 孩子买玩具 不就图一个喜欢吗 图什么喜欢啊 要买意志的东西 对它成长有帮助 我们果果不就喜欢这小鳄鱼吗 是不是果果 妈妈 我要小鳄鱼 孟家果 妈妈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买积木 第二 什么都不要买 你自己选 来来来 你过来一下 干嘛呀 你过来一下 不过自己玩一会儿啊 爸爸马上过来啊 别乱跑啊 别乱跑啊 这什么呀 这什么 这是什么 下一部小说的合约 你周八皮啊你 我这一部钢交稿 你又算计我下一部 这可不能怪我 我们总编的意思 以你顾潇衍现在的身家 都赶紧给你帮击 那怎么能行 孟一被别人抢走了 妈妈得撞墙去啊 三姐亲了 乖 徐妖精 你居然利用我们的姐妹情义 逼我迁就卖生气 你太没人心了吧你 你才没人性呢 你这一部小说 拖了多久了 我 被你爱了多少刀 你数过吗 我现在遍体鳞伤 你也不可怜可怜我 你发了我好几期哥子 我连那张读者 写番外的主意我都出了 不容易吗我 那几篇番外呢 我看过了 真有写的挺好的 意外的收获嘛 所以你不能偷懒 俗话说长江后朗推前了 后来把前朗拍死在山坛上 是早晚的事 你可不能光顾着小日子 耽误了工作 你看你从头到尾 从上到下 哪有家庭主妇的潜质 我没看过来 对 那是你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人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嫁给我心爱的男人 然后好吃懒足 跟着他一辈子 管通真是瞎了 怎么就看上你了 爱情这东西 你没道理的 你不懂 我不懂 他懂 你老是医着他顺着他是不对的 现在得要重视他的教育问题 什么教育不教育 不就买一个玩具吗 你至于老是那么上纲上线吗 你不觉得累吗 凤雪我告诉你 我是果果的妈妈 我要对他的成长负责任 他如果现在不打好基础 以后就是个没出息的人 就买了一个小鳄鱼以后就没出息了 段飞我真是搞不明白了 咱们今天一家三狗出来干什么 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你一定让果果不高兴 你说这么多年了 幼儿园你去过几次 亲自会你参加过几次 每次果果看到别的小朋友 跟父母在一块 他心里有多难受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是在尽力弥补吗 我平时不能经常陪他 又不是我想的 是我六月儿童前没有陪他 那我现在陪他来买玩具 我不就是在尽力补偿吗 你要真的想弥补他 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呢 你好什么呀 今天我就好了 怎么着呢 果果 鱿鱼怎么今天不买呢 走 我的小鳄鱼 我的小鳄鱼 不许 我的小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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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签了字 就具有了法律小鳄 你反悔也没有 那我撕了他 那你撕毁了 可不仅仅是一张合同 还有咱们的见面亲密 你敢威胁我 我 那要不我给你跪一下 我给你 许小鳄鱼 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再不见 小苍蝇了 搞费你也拿了 出牌商也谈好了 你这部爱情 再难我再美 你很快就要 但是 少做说好你 我为了补偿你 咱们闺蜜跟她办个庆功宴 庆祝你的小书即将未吃 怎么样 够意思吗 得了吧你 我前一部小说出版的时候 你们也跟我亲功来着 结果呢 你们全都喝大了 最后我自己去买的单 你先说好了 这次谁买单 再说亲功 我 我呢 是咱们闺蜜中 收入最低的一个 人就任性让我们来哟 你少给我装可怜 戴伟呢 我们在他餐厅 白使白喝这么多次 行了 行了 也不能让他买 你好意思啊 就只剩焦月亮了 某人背着我和杨阳 最近见面的次数有点多哟 谁说的 就一次 我被你碰到了 哎呀 听这个口气好像减少了 要不我凑合通话 给你制造更多的机会 打住 顾湘颖 我郑重告诉你 我们俩体场不合 根本不可能 你们俩太可能了 不是冤家不巨头吗 我可不想想我以后的日子 血流成河 血流成河的场面是多么的壮观呢 你考虑考虑 不考虑 我更不想我以后的日子 会在这种刻薄的人说的 哎呀 你又嫁不出去 他又没人要 你俩凑合凑合得了 哎呀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呢 两情若是酒肠时 又起在刻刻活活 你走了啊 你这就走了 对啊 稿费都已经到账了 我得给我老公买礼物去啊 你就嘚瑟吧 以后你跟小杨阳好了以后呢 你会比我更嘚瑟 哎你再说 给我回来 哎呀 能看见你真的很开心 曼玲 这是什么 送你的 我辛辛苦苦满自几个月 就为了送你这个 小说写完了 别提了 下一部小说的合约 也被逼着欠了 那得好好地犒劳一下 我们的小顾老师 会不会觉得心里有点惭愧 特别惭愧 是不是觉得应该对我更好 必须对你好 那你还不看看我送你的礼物 我送你的礼物 我送你的礼物 喜欢吗 喜欢 真的很喜欢 你说我做女人容易吗 辛辛苦苦满自好几个月 养家糊口 挣了钱还要讨好老公 可是你呢 你写了整整一本日记 都跟我没有关系 都是风花雪月 无比身影呢 又是日记又来了 看来这个事情对我的伤害 真的是挺大的 真的那么严重吗 是的 你瞧 现在我们被这条爱心的领带套出 谁都不能把我们翻开 这事儿 翻篇吧 那好吧 那好吧 今天就让她翻篇 我有办法了 我要是在上面刻上六个字 管同是我顾小颖的 会更好 永远都是你的 ��红彩 我去听门 我去听门 我去借着 他这个 我怎么说 她跟喊 我去听门 我去听门 我去看门 我去听门 你来 你去听门 你去听门 你去电门 喂 孟希哥 小姨姐姐 是我 我是果果 是你啊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 我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呢 因为我不开心 那你跟小姨姐姐说说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今天妈妈带我去买玩具了 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因为我妈妈不给我买小鳄鱼 我喜欢小鳄鱼的游戏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很喜欢小鳄鱼吗 小鳄鱼很聪明 那你知道小鳄鱼为什么很聪明吗 不知道 因为小鳄鱼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早很早 这样的话 它的小脑袋就可以得到好好的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它就会变得很聪明很聪明了 果果 你想跟小鳄鱼变得一样聪明吗 希望 那你现在就赶紧好好睡觉 什么都不要想 明天小溪姐姐陪你玩好不好 好 果果最乖了 果果晚安 小溪姐姐再见 老爸 永远 蓬富 小人 老妈 Kaz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跑这儿来干吗呀 多危险呢 你还记得这儿吗 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你往前跨一步是深渊 退一步是平地 你的人生会在这儿 一步之间产生改变 够厉害了 还记得我说的话呢 我印象最深的 是当时有一个人 自称黑带二段 对我动手了呢 下马去 在你醉酒的时候 把你背回家 在你伤心的时候 陪你吃冰淇淋 在卢姑姑的时候 向你求婚 你真的为我做呢 你跟我来 我们相识的时候不浪漫 结婚的时候不浪漫 新婚之夜不浪漫 但是我老婆小时候要出版了 我必须浪漫一次 我知道有一句话 特别适合咱们俩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无非是你在闹 我在笑 如此温暖地度过一生 我要用这本日记 记录我们幸福的一生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连你和我跳支舞吗 我是聪明可爱的小鳄鱼 我来找我的好朋友孟佳果 小鳄鱼 小鳄鱼 小鳄鱼姐姐姐 请叫我小鳄鱼 小鳄鱼 送给你的 小鳄鱼 你怎么来了 我想她了 好几天没见到她呀 我来我来 老婆 你看小鳄鱼姐姐 帮我买了小鳄鱼 你怎么能让小鳄鱼姐姐 破费给你买东西呀 是小鳄鱼姐姐自己给我买的 对 是我自己给她买的 我知道果果很喜欢小鳄鱼 对不对啊 对 家里玩具已经很多了 小朋友嘛 没关系的 玩具再多也不算多 如果能把这些玩具 都收集在一起 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啊 对 果果 那你谢过小鳄鱼姐姐没有啊 谢过了 小鳄鱼姐姐 我要玩滑地 好的 走吧 慢点 果果 慢点 小心啊 当心点 当心点 其实你知道吗 以前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一个不工作 只知道在家里带孩子的男人 段伟姐又太强势 所以你就更显得气管炎了 不过后来啊 慢慢了解发现 其实你骨子里挺男人的 等等等等 等我等我等我 不是 我说 你这是在夸我呀 还是在夸我呀 还是在夸我呀 当然是夸你了 一个男人的强势 是不会体现在外表上的 他需要懂得照顾别人 温柔体贴 否则再多的金钱跟地位 都掩饰不了 他是一个小男人的事实呀 哎呦 这是谢天谢地呀 这是多少年 没人那么夸过我 我这是受宠若惊呀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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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孩儿子 慢点 慢点 哎呀 热不热啊 小兴姐姐 你们在干什么呀 也不陪我玩 你要我亲一口我就陪你玩 要不让姐姐亲一口 呦呦呦呦 小心清冷哦 呦呦呦呦 小心清冷哦 我还你说啥呢 什么当小兴清冷吗 小兴 小心清冷哦 小兴 小心 瞧瞧幸福的样 不等咱们给她庆祝 她跟管头就先自海了 瞧这架势 咱俩怎么做都是多余的 我是那种状态亲友的人吗 爱情和友情对于我来说 两者缺一不可 再说了 我是最后一个来的 杨岸不下没来吗 是害怕买单不敢来了吧 不可能 她说了 陶丹是对她人格的一种侮辱 今天这单给我了 小颖的新书出版 帮她庆祝 这可是我分内的事情 管头 这是我们闺蜜间的事情 你今儿是作为家属出席的 你只管吃 好 那我今天就只管吃 赶紧上菜 姜岳阳只要赶上买单就行 我才不管她吃不吃呢 阿姨 我来吧 谢谢你啊 小伙子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女人的一生 为什么像一烈火车 为什么啊 因为逛吃 逛吃 逛吃逛吃逛吃逛 你太无聊了 你现在怎么那么累啊 我不是这样的女人啊 姜岳阳怎么还没来啊 不会就想逃单吧 你是担心她不来买单呢 还是担心她不来啊 管头 管好了你太太 最近不当作家 改当媒婆了 我跟你说啊 自打上次在火车店 碰到你给交易啊 我俩就觉得 你俩真的合适 你们这么一说 还真的提醒我了 我最近真的觉得 许昕同学跟小杨阳同学 这个世界的确有一点点暧昧哦 你看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吧 我再次强调 第一 我是个不婚主义者 你们鼻子都想着 给我发出去 第二 这一家伙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行了 你别老说什么不婚主义 我告诉你啊 没准你跟杨阳接触接触说 突然上婚攻击 很有这种可能 可能像当于是火星撞地球 徐昕同志千万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满 就是 管头 你说 其实吧 姜伟瑶真的挺好的 似乎果果的每件事 都能让断匪和孟絮发生争吵 重视孩子的学习基础也好 关注孩子的兴趣爱好也好 两个人呢 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替孩子着想 其实 不管是因为什么 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吵架 对孩子的伤害都是很大的 孩子无法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都说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孩子最需要的 还是爸爸妈妈耐心地陪伴和引导 好了 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